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那瑟利佛尊者當時批旁聽者他振阿羅漢國 那他的外甥常轉化是患事就振得出國 其實振得出國有什麼特點 就是他的本來就是原來 那他的有生見是斷除的 他常見斷見原來他是常見的斷見者 這見就是破除掉了 有戒進取見 完全是破除掉 還有懷疑 戒進取見 戒進取 那為什麼戒進取 其實許多人會講說 是不是執著這個什麼見 要做什麼見 注釋書裡面是有相經經道論裡面 是怎麼解釋 因為許多人就會從這個字 會去亂去猜 他有他的解釋 佛多時代 之前我在講的時候也曾經有講過 有些人他是什麼 他是持牛戒持果戒 其實也不是只是這個人的花明 他的老時候是好幾輩之前 他們做信仰 因為他的前輩 婆羅們這些之類的 他們有修到 有時候有天眼通過 是看到什麼 可以看到是什麼樣的特別能力 他修著修著就看到 一隻牛在那邊吃草 死的時候就升天 那他這樣就跟著牛吃草就會升天 那就這麼造作 一直模仿牛的纖維就是吃草 他是怎麼做牛到底是怎麼躺的 怎麼樣 就完全模仿他的行為 那就講說你們這麼做就可以升天 教導他的弟子也這麼做 這是牛行者是這樣 他的徒弟一帶一帶就怎麼樣講 或者什麼什麼的講 但是那個人 他的第一輩是因為他什麼修寫看到的 那他是錯誤的觀念 就怎麼樣 教導他的家人說 牛至少要怎麼吃 躺是什麼躺 像果行者 就是一樣 看到一隻果死掉之後就脫升天 所以說就叫他們說 你要模仿果 把他摸得很像的話 你死的時候就會升天 所以說牛在 果在吃大貝 在什麼都一直沒有模仿 在古印度就有這麼做 當時的話其實到佛陀時代 有牛行者 果行者來問佛陀說 我們之前的話 我們老師教我們 教我們這麼做 如果是 是不是時候就可以升天 問佛陀佛陀是不回答 那他是問到三次佛陀不能 問到第四次佛陀不能不回答 那不得已啊 佛陀就要回答 回答之後就要講說 如果模仿得很像會怎麼樣 你死了就馬上奪身為果 如果模仿得不像 你死因了邪見嘛 你死因了邪見 死了就多入到出生 第一又是出生到哪裡去受苦 因爲那是邪見 那佛陀就這麼講 所以說 果行者啊 牛行者 聽的時候 痛苦離有涕 我怎麼久都休這樣子 那當中好像有一個 就跟佛陀出家 後來稱阿羅漢 這是在慶典上有這麼記載 所以說慶典大論講 是借進去是這樣子 他們 那個 你要把他做好喔 就 你要吃果 叫血果嘛 血果這樣就吃大便 要做這種種種 對 借進去 這是慶典大論裡面提到 或是什麼類似像這樣 所以說 有時候 要把血果的新聞 大家如果要看都可以查 那還有懷疑 懷疑就是對過去 未來等等 這個生死輪流 到底有沒有 過去是 過去是有沒有 我 未來是有沒有 我等等 總共有十六種懷疑 那如果是傳途的話 其實是 反對佛法生完全不會有以後 對慈戒也不會故意 等於說不會荒謂去換戒 所以說我有時候會再談到 就是這樣 你看有些人會講到說 正出口的人 有誓不敗盡信 對佛法生還有對戒 戒的話他不會故意去換戒 對在家人來講 五戒他不會故意去換戒 對出家人來講 他有可能是沒有學好 沒有什麼 在出口聖者還有可能去換戒 但他不會去故意的 所以說如果是 有時候我是用這樣來 來再講 誰是不是正在換 正的聖大聖口 是用這樣的 用這樣的尺度來再衡量的 如果有人 你看 冰冰已經出家 兩比丘了 晚上還託吃 還去接受錢 然後但是也都這麼講 那個人不是聖者 就是用這樣的尺度來引致 不是說直接看到他 而是那個行為出口聖者 不會故意這麼做 是用這樣來看的 用佛法這樣的準則來判定 但是不是去批評 而是佛法準則正出口的人 不會做這樣的事